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公式 对于这样一个公式 普利哈诺夫有一个说明 他说这个公式 公式是十分广泛的 对于历史发展的一切形式 给予一个相 足够给一个相当的地位 同时他也是跟哲中主义无缘的 他说这种这个哲中主义 除了各种社会力量的相互影响之外 就不能前进一步 因为他说这个哲中主义 就是说你这个整个社会发展 是受各种这个因素影响的 那么你列出各种因素来 讲他们的相互影响关系 那么也就是哲中主义 他说这一个跟他没关系的 他说因为这是一个 疑缘论的公式 就是所有的这一些 就是经济关系社会心理 最后都要什么 通过生产力来说明 通过生产力来说明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啊 他就把他就说 在这里的普利安诺夫所说的 给历史发展一切形式 一个相当的位置 就是指维吾史官在强调 生产力的第一性 就是物质的同一性的同时呢 也承认社会制度人的社会心理 意识形态等经济因素啊 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在人类历史上的这样一个 能动作用 所以他所说的 医院认的唯物主义是指 以物质的生产力 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原因 并且以这样一个原因啊 来说明其他各种因素的根据 和时代风貌 以及起作用的这样一个方式 这就构成了他对 维吾史官遗院认的 这样一个认证 那么这个所有的认证 他所要认证的认点呢 就是要说生产力本身 究竟是怎样决定其他因素的 所以在整个的 他的这个维吾史官史 和这个维吾史官的理认两边呢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 它具有相当的一致性 在维吾史官的 维吾史官史的起源 他的这样一个认证当中呢 它是说明什么 维吾史官 就是生产力的发现 是维吾史官最终能成为 科学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根据 而这个生产力呢 就是马克思发现的 马克思发现的 所以维吾史官 直到马克思和恩克斯 才成为一门科学 所以整个讲的维吾史官 历史学说的发展 到最后集中到 这个生产力的发现 这个就是维吾史官的 这样一个 维吾史官形成的 这样一个根据 所以它最终追到生产力 那么呢 这是从这个历史 维吾史官史的 这样一个动态的角度来讲的 那么从静态的一个 结构上的分析 我们讲的这个结构分析 它的最终的动力是什么呢 还是生产力 所以它也是要做维吾史官的 这样一个动力的 这样一个分析 那么在这样一个分析当中 我们讲了 它还有一个学说 地理环境学说 这个里面没有地理环境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五项论公司里面 你们记住 不要把地理环境包含进去了 这个里面是没有地理环境的 那么为什么它会提出地理环境学说 为什么会提出地理环境学说 我们来看看它对地理环境学说的一个 主要的贡献是什么 为什么要说这个地理环境学说 它的这个地理环境学说 我们说它对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构 做了一个新的说明 这一个是历史唯物主义 可以说社会的五项论识讲了什么 是作为一个社会系统 是吧 我们不管它是生产力也好 经济关系也好 社会心理思想体系也好 它们统统是什么 是能创造的 是一个社会系统 都是能的一个社会系统 都是能的社会系统 那么地理环境是什么呢 地理环境是一个自然因素 它是属于自然系统的 所以它是不包括在这个里面的 这个就显示了一个 它的这样一个哲学贡献 也是东方的这样一个贡献 和西方的这样一个区别 包括现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去批判这个欧洲西欧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是这一点 它说西方马克思主义 在排除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 自然观以后呢 它就把什么 把整个马克思主义连续 封闭在人类的这样一个社会系统当中 如果你这个社会的发展 你讲社会的运动 只讲这个社会系统 就是只讲这个社会系统 只强调历史维吾主义 其他的都自然观理不强调的话 你社会的人缘是从哪来的 你社会只有不断地扩大 就是把这个自然转化为自己的能量 你才能发展 如果一个社会仅仅在它的系统里面消化 它是会消亡的 它是会死亡的 它是自我萎缩的 所以社会要不断地扩大自己和自然之间的这个联系 那么你没有自然因素怎么行呢 你没有自然因素 所以马克思主义也存在一个什么 把强调自然的系统和社会的系统之间的 这样一个关系问题 社会系统关系问题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它提出了这样一个社会发展的一个学术 首先呢 对历史维吾主义结构 作了一个新的作名 就把地理环境和人口 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自然前提 自然前提 这就把人类历史发展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区别开来了 强调自然因素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 那么这个里面就包含生态学的思想 那么这样一个思想 它是怎么来认证的 也就是说自然因素是怎么和社会因素发生关系的 他们怎么在结构上把它区分开来的 在这个地方呢 它就有一个对社会存在的定义 我们来看一看它的这个对社会存在的定义 我们首先呢 要理解它对社会存在的定义 它说这个历史维吾主义的问题啊 历史维吾主义 它的基本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 它说历史维吾主义啊 我们就是要研究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 那么什么是社会存在 什么是社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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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给社会存在下了一个定义 他说社会存在的本质特征就在于 它能够决定社会意识的性质和内容 它的变化和发展 内容和性质 它的这个变化和发展 它的变化和发展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啊 这个定义当中它怎么分析的 它怎么分析的 那么既然它是能够决定社会意识的性质和内容 它的变化和发展的 那么社会存在是什么 那么首先社会存在是不是包括 首先第一个啊 它就包括什么 哪些能够决定社会意识和形态的 我们看看啊 这上面写的 社会存在的它第一个是什么 应该包括生产方式吧 是吧 应该包括生产方式 我们看看上面的公式啊 我们可以看 推出来啊 它可以包括什么 首先是包括生产方式 那么第二个决定社会意识形态的是什么 你们看看这上面 是不是社会的政治制度 政治法律制度 是吧 所以第二个呢 它应该包括什么 政治法律制度 是吧 它能够包括政治法律制度 那么第三个什么呢 社会存在还包括宗教伦理关系和家庭关系 这些都不是意识形态吧 都不是意识形态 他们都决定意识形态 家庭关系 伦体关系 宗教关系 是不是也决定能不能意识形态 所以实际上呢普利哈诺夫这个社会存在这个概念里面啊 什么 只要是和人们的能够决定社会意识的 那就说只要不是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的 那么都是属于社会存在 不是说社会存在只有生产方式 它同时包含什么 社会的政治制度 还包括这个他的宗教伦理和家庭关系 那么这个普利哈诺夫就认为了 包括家庭宗教关系和伦理关系 这个家庭关系宗教关系和伦理关系啊 都包含在社会关系当中 为什么他们是的 因为他们都是属于什么 社会关系 都是一种社会关系 所以呢 他们都可以称为啊 社会存在 而一切社会关系都是社会存在 因为他都是现实的存在 所以他都叫社会存在 他们的进化了决定社会意识的进化 所以他们都应该包含在这个社会关系 那也就是说 他包含什么 社会关系 一切社会关系啊 都是社会存在 社会存在 他既有物质的啊 也有非物质的 但是他都是现实的存在 只要不是和意识思想体系相关的 能够决定他的 他都称为社会存在 都称为社会存在 那么从这个普利安诺夫对社会存在的这个含义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来什么 普利安诺夫所说的社会存在 仅仅仅是指于意识形态相对的东西 不能决定 就是说能够决定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东西呢 是社会存在 那么我们反过来说 不能决定社会意识的性质内容和变化的东西呢 就不能称之为社会的存在 是吧 如果他要是不能决定的话 不能决定这个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 不能决定意识形态的东西 就不能称为社会存在 是不是这样的 好 那么在这个社会存在当中 他是不是就不能包含地理环境和人口了 既然地理环境和人口 他不能决定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 他就不能包含在这个社会因素当中去 也就是说他不是社会存在 他那么不是社会存在 他是什么呢 他说他是社会存在的自然前提 是社会存在的自然前提 所以根据这样一个社会存在的定义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在研究这个人类历史发展的时候呢 他应该包含三个因素的影响 一个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啊 这个社会存在的定义 一个是社会存在 一个是社会存在 这是他说的 那么和这个社会存在相对的是什么呢 是社会意识 是吧和社会存在 由社会存在所决定的 是社会意识 那么呢作为这个社会存在的 前提的 它是什么 社会的自然因素 社会的自然因素 所以他认为啊 他说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 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因素 它应该包括三个方面 包括三个方面 一个呢是自然因素 一个是社会存在 一个是社会意识 应该是这三者的相互作用当中 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 那么在这个三个因素当中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 这个这两个因素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都是什么 它是一个社会因素 而这个自然前提是什么呢 它影响人类发展的是自然因素 是吧 它是自然因素 所以这样呢 它就是把这个 它就强调了 它说历史的进程 人类历史的进程 不仅要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 而且还要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 还要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 所以这样呢 它就使人们对历史进程的说明 超出了人的社会运动圈 扩展到整个这样一个生物圈 就是说它不仅仅局限在对社会因素 本身的这样一个研究 而是要扩展到什么 整个生物圈 就是说既有社会的因素 同时也需要社会以外的因素 要从社会运动和自然运动的关系当中 来把握人类历史的这样一个进程 这也就是我们当今世界 所要思考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 也就是当今世界所讨论的全球问题 包括人口问题和这样一个 生态环境的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为什么能不能会考虑这个问题呢 我的这个人不断的 如果我强调这个社会因素的发展 仅仅强调人是可以无限征服自然的 无限征服自然的 那么呢 我就会对自然产生一种褶多 产生一种褶多 那么现代商定律 自然科学当中的 也就是说我们讲的乐理学第二定律 乐理学第一定律 这个当时马克森哥 他们用的是第一定律 那么第一定律强调什么 能量 他说这个能量是不断的 这个消耗同时也可以不断产生的 就是 那么这样的就是说 我不断的掠夺这个自然的资源 我们接着讲 不断的掠夺这个自然资源 自然资源还是同样的会 就是能源可以再生的 但这个商定律就认为了 你这个能源消耗完了以后 它是一个不可再生的 不可再生的 所以你这个能源 能量的这个能源 它是一个有限的 有限的 既然你是有限的 那么我就有一个什么 生产力发展 不可能是无限的 如果你是无限的话 没有那么的自然资源可供你发展 没有那么的资源可供你发展 这就是说你这个生产力的发展 它也需要有一个界限 你现在全球问题的产生 以及这样一些 就是说这个环境污染 什么 所有东西产生什么 就是因为 你没有把自然的因素 把它拿入到你的这个社会思考当中 没有从这个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 这样一个相互作用当中 考虑人类发展的一个平衡问题 如果你破坏了 你能生成的一个自然环境 你人类本身也就不存在了 也就不存在了 所以要求把这个自然因素拿入进去 所以这样呢 就提出了地理环境学说 所以这个 普利亚诺夫呢 当时因为我们说了 他非常喜欢地理学 也受到当时这个地理学的这样一个影响 所以他在讲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结构的时候 他非常强调这个地理环境学说 当然他也讲了人口学说 最著名的是讲的地理环境学说 对人类社会的这样一个影响 所以他就发展了 马斯的这个地理环境学说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首先强调什么 你这个社会结构 人类社会的发展呢 他不仅仅能是在社会的因素里面说 我们讲的五项论 我们看到主要讲的什么 人的社会因素 是吧 他讲的社会因素和社会系统 那么除了社会因素和社会系统以外 他还包括一个什么 这个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之间的 这样一个关系 就是社会系统的运动 和自然运动系统的运动之间的 这样一个交互作用 它是如何发生的问题 所以这个他提出地理环境学说 首先是对马斯主义的维吾史观的 这样一个研究结构的一个突破 结构的突破 就是说你研究维吾史观呢 不能不关心这个地理环境的问题 不能不探讨地理环境对于维吾史观的意义 就是说在维吾史观的整个运动当中 自然因素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但是这个环节呢 是作为社会发展的自然前提来认述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呢 如果从结构上说它是三个因素 如果从这个因素上来说呢 它是分为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 两个方面来进行这样一个认述 这是他在维吾史观研究结构上的一个重大的突破 那么第二个贡献呢 它就发展了马克思有关地理环境的学说 既然是要讲这个问题 那就要讲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 究竟是怎么是一个什么关系 地理环境是怎么和社会发生作用的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上关于地理环境学说 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 对一个民族生产力的影响 马克思在资本认里面呢 就已经认输了 这个马克思就说这个欧洲啊 它是资本天然的母国 就是说这个为什么这个生产力啊 首先这个工业 首先会在这个是工业的母国 为什么这个工业会在这个西欧发展 是由于它的这样一个气候和地理环境决定的 就是说你的地理环境的差异越大 那么它就需要什么 需要交换了 需要这样一个商业的这样一个交换 那么同时呢 它的这个温度啊 这个气温啊 这个地中海地区的这样一个温度啊 这样一个相对的这样一个寒冷的 也使人们什么 需要这个发展这个工业啊 去给自己创造 比方说衣服啊 什么这样的 如果一个在一个热带的话 它的物产非常的丰富啊 那么能不能不用这个种植啊 不用那个你那个 它那个香蕉自己长熟 那个天热 你不需要盖房子 就把这个 就自己拿一个那个窝棚一打 就可以睡觉了 那么这个时候 它的工业是发展不起来的 所以工业为什么在欧洲的发展 它和它地理环境有关系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啊 把这个发展为一个地理环境学说的 这样一个理论 就是说它认输了 但是没有充分展开思想 而普利亚诺夫呢 吸收了当时的地理学的这样一个成果 发展了马克思的地理环境思想 那么这个当代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啊 现在也开始研究马克思的这样一个生态思想啊 包括对马克思的这个博士论文里面 因为它讲的是德莫克里特和这个 伊比丘楼的这样一个学说 就强调了这样一个历史的 这个自然马克思的这个唯物主义啊 它的一个非决定论的思想 非决定论的思想作为一个方法 那么后面呢就是强调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呢 特别关心这个土壤学说 当时的这样一个 很多农业农业这个思想家的这样一些成果啊 一些成果 包括这个他的一些商思想 就重新发现马克思的这样一个资本论里面呢 关于这个自然土壤这样一个方面的 这样一个自然因素的思想 但是呢不管怎么样 普利亚诺夫呢 可以说是最早看到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价值 并加以发展的这样一个哲学家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首先呢看一看讲 重点讲他的地理环境学说 就是说看他是怎么讲地理环境学说的 是怎么发展了马克思地理环境思想的 首先呢我们讲一下 就是说他关于地理环境学说的一个基本论题 就是他的基本论点是什么 他的基本论点呢 就是说生产力是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起作用的中介 地理生产力是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起作用的中介 这个观点啊 我们强调他是讲生产力的一元论啊 生产力的一元论 那么生产力是一个社会因素 也就是说在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当中 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当中 隔着一个什么生产力 就是说你的社会因素 就是说社会系统啊 和这个自然系统的关系 这两者发生联系是什么 以生产力为中介的 就是他的中介啊 就是生产力 他们两者相互交互的这样一个作用关系是什么 是以生产力为中介的 这是他的一个基本观点啊 也就是他的学说啊 地理环境学说 不同于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基本点 就是我们国家也有的 我就讲一点啊 有的时候把这个普利安诺夫的地理环境学说 归结为地理环境决定论 说他受他的影响 其实刚好就是这样一个基本论点 把它和地理环境决定论区分开来了 我们说这个地理环境决定论 近代史上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呢 他的代表任务是什么 一个是穆德斯丘 一个是布克尔 那么他们提出这个观点呢 他当时啊 他们提出观点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什么 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 是由地理环境决定的 是由地理环境决定的 认为呢 地理环境通过人的生理特性 和心理特性决定社会的性质 那也就是说决定社会 设自然因素对社会因素的影响 它是通过什么起作用呢 通过人的生理特性和心理特性 这就把什么 把这个社会自然环境 地理环境 对人的对社会的作用啊 归结为自然因素 归结为自然因素 因为他们讲的这样一个 人的生理特性和心理特性 都是讲的人的自然因素 就是他也说通过人 通过人 这个人的因素是什么呢 是人的生理特性 就是你要讲这个自然因素 对社会的影响啊 它有一个 它的中介是什么 而这个我们看到 生理特性和心理特性 它和生产力是完全不同的 完全不同的 生产力是什么 人对自然的人动的关系 是吧 人对自然的一种物质的改造关系 而生理特性和心理特性呢 它是一个自然的关系 自然的关系 所以他认为呢 就是说 如果你是说通过人的 生理和心理特性 那就说什么 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民族啊 它是什么性格 是完全由地理环境决定的 然后这个地理环境 然后决定你的这样一个社会因素 也就是说 通过这个能性啊 来说明人类历史的进程 来说明人的 是什么 是什么 这因为 词